這支影片我們來講澳洲旋風 台風速報 來關鍵一下赤道瑜的澳洲旋旋 目前從93批升級到0 而無比解釋 一級旋風 一級旋風相當於我們的八級旋風 將來在14號的時候 它會升級為三級旋風 也就是我們的13到14級 非常大的風力 而且它持續在爭槍當中 它行走的方向是從澳洲東南方向一直過去 會在紐西蘭附近 也有可能在紐西蘭登陸 它目前的首載位置已經相當的接近 紐西蘭前面的群島 而且一直在持續增加威力當中 每秒可以跑12米 瞬間風速可以達到每秒30米 非常的大 從來沒有注意到這麼強烈的澳洲旋風 有朋友在問什麼是巨弦 什麼是颱風 什麼是旋風 簡單講說 它們都是熱帶型地區 只是它所在位置不一樣 名稱不同 如果在太平洋靠近台灣 叫做颱風 在意圖稱為陷風 在澳洲稱為巨弦 做一個名稱的區隔 就以今天的數據 現在是將近10點左右 目前的中間時速是65 將來會升高到130 每個小時 中間時速 它的行進速度 依然會是30左右 非常大 而且持續往東南方向 會在紐西蘭登陸 對無比 它的未來是不是會像 多加一車機過一車一樣 在紐西蘭登陸 歡迎收看 請收看 拜拜